民眾黨這些帳 還有基金會這些錢 是不是真的都說不清楚 傑敏哥 剛才最新的消息又出來了 北姐傳喚端木正道案 哇 这一下子好了 这跟真正有关 一定要叫端木正来问 来 傑敏哥怎么看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还记得吗 柯文哲曾经抱怨 他说你都在讨论 是金华城的事情 为什么去检察官 第一次他无保请问那一次 他说什么 他说要抱怨是 为什么都在问这个 木可的事情 他这个所有的禁办的钱 政治现金 当时检察官就认为说 这部分的金流是有问题的 后来又确认一件事 从木可部分就留了 将近有450万 到了柯文哲 到底还有多少钱 留到柯文哲部分 还要再查 而且这里面也确认一件事情 是禁办的钱 至少有1500万 确定是用所谓的专利 什么人头肖像 是到了这个木可 但事实上可能金额不止如此 另外一件事 有神秘的2000万 到现在还没有答案 就是来自木可跟禁办之间 有个价差 大概是2000万的现金部分 也是没有流向 也没有这个 就没有方向 那换个角度说 甚至有人认为一件事情 你的众望基金会或者是你的智库 或者你的木可 是不是来自于收受一些现金的来源 那这部分当然端木正现在被查询 他其实很关键的事情是 谁指示他必须把那2000万没有这个流向的钱 我觉得不知道流向的钱 是谁指的 要拿发票去盖的 到底是端木正你自己决定 我不认为会计师啊 他敢自己去弄发票 把2000万给弥补 这一定要有的 那不是在没事情找 事情做 对 那事实上我们过去也看到 我举个大家可能忘记的事情 就是这是柯文哲的个性 我就从柯文哲的个性来解释 还记得那时候 不是内湖的交通很严重吗 好那时候就有内湖的科技大佬 跟柯文哲讲说 找上下班 上下班这部分 内湖交通打劫 那柯文哲就大声的说 这事情我来处理 没问题 好就找了一个交通局长 后来这事情不能处理的时候 他怎么处理的 怎么说的 啊那个交通局长不行啦 他真的很糟糕啊 这种交通局长 把他败了掉 好之后这事情就没有了 对 你不觉得这次也是这样吗 先砍端木正 接着砍李文中 接着李文均看起来不妙 所以李文均就把这个 跟这个柯文哲之间的赖对话 好到底是检调把他复原 还是李文均有把他留下来保命 说哎呀其实柯文哲巨细迷都知道 因为李文均他现在 也是属于是高额保 这个交保的金额 所以他是可能会有犯罪的嫌疑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现在勾勒了一个状况 好我们把这个情况来说 第一个 你发现到沈庆经 他是坐着轮椅进到检察官出来的时候是走路的 好那我们知道按照理论上面来看 好这一定是心情愉悦 代表检察官很厉害 他心中那个石头已经掉下来 刚才其实苏贝也特别提到 因为对于就是沈庆经来说 20%的这个冗奖是他的魔戒嘛 好20%如果我今天就是承认有罪 这20%没有嘛 但现在看起来检察官 令他民事暗示说嘛 从这个392到840里面都有问题嘛 其中还要谢谢这个 我们说的陈志涵 他自己讲嘛 526变792 这部分检察官立刻就去找人来查嘛 就是找了这个袁如银嘛 就是根据他讲的这个560变672 这陈志涵现在讲话要小心 因为他讲这句话 那你还有一个更精彩的部分是什么 为什么你看到很多之前的大官都被请进来做秘密证 这要谢谢这个黄国昌啊 因为黄国昌公然说了一句话说 是谁定罪的 是谁说这是徒利 是谁说容奖不行 他讲了嘛 马上啊 这给检察官就会认识啊 这当然就要看之前为什么不准 现在可以准嘛 对 刚才把这些人找来 所以我这样讲 现在对于这个柯文哲周围的人真的要安静 因为他们讲的话都成为检察官的认识嘛 好 那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现在的角度就是 这个审刑已经很轻松的走 他肯定有交代了什么样的事情嘛 那这个钱呢 在早期的时候 检察官就觉得蛛丝马迹里面 至少有很多的钱是跟木壳 或者这个进办相关的这个质库有关系 而最了解资金脉络的人叫做端木正嘛 那端木正他现在是有可能是 因为他是有交保的 所以表示他也可能会被处有刑 也就是可能会被起诉 那对检察官来说 他有两个秘密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所谓的就是自白 先确认我有罪 然后我自白 然后我可以得到缓刑 其实难道端木正的价值不高吗 端木正的价值 他一定知道很多次 不比那个沈庆庆低哦 因为所有的账户的金流 端木正都知道 他比谁都清楚 他谁的 我这样讲 其实这世界上有两个人不能惹 除了第一个不能惹老婆之外 第二件事 如果你有会计师 千万不要惹会计师不开心 不要惹到会计师 也不要惹到律师 两个师不能惹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件事 当这个金流卖动开始处理的时候 现在我讲检察官就兵分三入 第二 先查陈佩吉的金流 这已经确认了 因为这个部分的解在动 第二个是查什么 就是查所谓的冷货币 这个已经你知道 对现在最红的冷货币 是有群群的相片 还是网络查 好第三招就查 这个柯文哲说的现金嘛 所以这件事 每个都有代表的人物 他很清楚嘛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其实以目前为止 徒利罪差不多已经收网了 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确认金流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五年起跳 无期徒刑 追到金流 这才有所谓一刀毕命的证据 佩芬姐这边来补充一下 今天 今天又把端木正给找过来 你觉得北检出这招 用意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北检到 等到今天才找端木正的话 有点晚了 过去好像调查局 还是其他单位 也是有找端木正来问的 你知道我虽然不喜欢 马云九办公室那些人 但是肖绪成那天 在那个小草活动上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真的很对 他说柯文哲 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 政治错误 就是用了黄珊珊 而且信任黄珊珊 他说这个端木正 你知道当初那个 不是一开始讲那个金流的问题 黄珊珊第一个就把责任 全部甩到端木正身上 而且去告他 然后后来民众党还把他开除党籍 你知道对端木正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冤枉 他做一个会计师 我们在讲他可能 他没有上头的指示 他敢做那些事 而且他根本不需要 你知道他真的不需要做那事 而且听说他的家事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蛮有声望的 你知道他如果说真的那么信任黄珊珊 去把端木正得罪的话 端木正绝对知道 他这个金流怎么来往 其实我觉得他根本 你知道他没错 刚刚苏菲说 别人又有基金会 又有什么又有什么 没错 但是别人没有这样一笔烂账 但是像他这样乱成这样 真的很少 少见 那刚刚讲的众望基金会 还记不记得他11月1号有1500 然后审慶金 就是那个USB里面写的那个 11月2号就成立众望基金会 那众望基金会还募了2700万 对 然后他你知道 基金会其实他那个运作 才那个钱财怎么来去 规定的非常严 他那个通常人事费只能这个 占20 比例20% 然后现在他2700万 到底留到哪里去不知道 然后听说有1000万是人事费用 那人事费用 这些人事是哪些人事 是木可呢 还是党部呢 还是哪里的人事 真的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民众脑这一笔烂账 跟那个基层的小草 跟这些像有一些不相干的政治 那个民意代表 真的是没有关系 全部就在党中央这几个人在那边缴货 你知道我觉得 我觉得沈庆金 你不管他是坐轮椅走进去 你知道中华工程公司 你知道这公司真的很有名 结果现在有名到变成说 他要提供账册册 哪些人收费 可是你知道中华工程公司 当年70年代干嘛的 你知道他到沙烏地阿拉伯去修桥足路 所以在70年代有那个 人员危机的时候 因为我们帮了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我们可以买到便宜的石油 所以我们没有碰到那个危机 那另外那个时候十大建设 也没有那么多钱 是沙烏地阿拉伯借钱给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有一个中部有个桥 叫中沙大桥 结果沈庆金搞去以后 就搞这些狗屁刀招的事情 我觉得是真的 你知道钱真的是害死人 你知道他除了盖他那个桃猪饮员之外 还有果菜市场这些问题 都是中华工程公司 那你现在减掉掉的 你知道他的账簿出来 然后名册出来 竟然把黄大周也扯进去 那古老的人你知道吗 那我相信黄大周之所以涉入 是因为他是李登辉的得益门生 然后又曾经做台北市长 可是我觉得跟他这些账 真的没有关系 黄大周也冒出来工他们没有拿钱 对 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些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把名册那些 都变成今天整个弊案的关键 我觉得真的是侮辱了那个公司 来 这边志杰老师来补充一下 今天最新的进度约谈了端木正 这到底是释出什么样子的讯息 好 首先刚刚我们有提到 关于这个洗钱防治的特定犯罪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犯罪的不法所得 你去藏匿或者是想办法不让检调查到来源 你就是洗钱 必须是重大特定的犯罪 比如贪污制罪条例 如果今天是因为贪污而把这个不法所得 去把它藏起来 这个就是洗钱 那另外还有一个罪 就是商业会计法的犯罪 所以如果今天是触犯 商业会计法71条 72条 比如说受他人委托来办理会计的事务 或者是帮他人来制作财报 结果你刻意用不正当的方法 去让这个财报发生正确性的错误 然后这个也有可能就变成洗钱防治法前面的重大犯罪 因为它也是五年有期徒刑 所以如果因为商块法的这些错误 你作账上面的虚伪 或者是去伪造一些不实的发票 或者是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 让财报发生问题 然后有产生了一笔犯罪所得 后来又去藏匿或者是掩饰的话 这个可能是洗钱防治 所以如果今天端木正先生 他是会计人员 如果他本身又负责作账或者是查核 那非常有可能这个时候 也变成是洗钱防治的潜质犯罪 所以这一点也是要跟观众朋友来说明 是 哇 现在看起来 检调是不是真的在最后的所谓收网阶段了呢 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要来请教静言了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态度确实是非常的尴尬 刚才啊 其实佩芬姐也点到 所谓那个中华工程的部分啊 他还牵涉到那个台北市万华的那个中正什么 第一雨果市场 这个部分 中小平嘛 最第一都去告发 今天也是有官司在进行了嘛 可是讲到中小平他今天出来说 国民党的傅昆琦 傅大总招改贡 不要打阿伯打得那么凶嘛 这是什么样的意思 现在国民党傅昆琦当家做主了吗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